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刚才我登了一锅馒头 只是在房子上第一次做馒头 还蛮成功的 那么这次非常时期 这段时间我不停地看到一些新闻 就是武汉出来自驾游的人 因为中途在封城前没有赶回武汉 那么这一路上遭受的一些待遇 确实很揪心 但是也无人为力 那么这件事从另外一个方面 折射出房车的重要性 如果说它自驾游的时候 用的是房车 那么所有的困难可能都不是困难了 比如说宾馆不让住 那么它可以坐车里 餐厅不让吃饭 那么可以自己坐 所以说它只要被租粮草 那么在这个非常时期 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然后自我隔离 为这个社会更好的防疫工作 贡献自己的力量 只是说想到这里 但是房车生活毕竟是小众 因为到现在为止 我们全国的保有量可能在四万两左右 这注定是一个很小众的生活 我只是想通过这件事情 就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有的时候有的事情你是预估不到的 很难讲它会给你带来什么 是吧 这个东西说不清楚 我只想说在这个非常时期 房车体现出它的一个独特的使用价值 OK 我们就说到这里 拜拜